中國有三條龍脈的 北面的一條龍通向我們的北京城 這條是我們北龍最厲害的了 第三條龍最後出海的地方就留在香港 叫做鎖水鎖龍局 《陷龍經》裡面就曾經說的一句叫做 沉龍昏金漢前山 一重前市一重關 關門若有千重鎖 並有皇后居此間 大家好 我是風水 Hello 大家好 我是子曜 師兄 我們知道前一陣子 香港發布了一個非常重磅的消息 叫撤蠟 那麼這個政策就是說 我們在買房的時候 無需再額外交印花稅 買家的稅 包括新的住宅的印花稅 意味著我們的買房成本大大降低 那麼通過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麼九印的時候 我們的房地產的走向會如何呢 你怎麼樣看待這個新的變化 好幾句解決方法 那必須的 因為是涉及到政策嘛 對啦 這樣呢 其實我們看回整個香港現在的 房產的交易市場活躍了一點點 但是也有很多人 好像你這樣問回我 因為在香港很多人都是做炒賣的 那麼炒樓啊 賣樓啊 都會有很多的專家給他建議 對啦 從我來看來的話 我現在先不給大家一個答案 那我就先從一個大的地運 或者大一個風水的格局 跟大家說一下 現在其實我們香港 究竟處於一個什麼的狀態呢 和它現在的風水的運 到底好不好呢 那麼我們再去做下一步的一個分析 我覺得會有利於大家 對我們做買樓啊 或者炒賣的一些判斷 沒錯 整個香港的風水格局呢 大家都知道了 它是我們一條南邊的龍脈 一個出水口來的 中國有三條龍脈的 北面的一條龍衝向我們的北京城 這條是我們的北龍是最厲害的了 為什麼呢 我們看到明朝 清朝 包括我們現在的中國的首都 都在那裡 它是活著了很久的了 另外一條中龍已經 暗然失色了很久了 它游境了我們的西安 洛陽 你知道的 這條就是以前的古都的一個方向來的 那麼第三條龍就是 一條很活躍 現在很活躍的一條龍 它是從我們昆倫山開始 經過維桂高原 經過我們兩港 最後出海的地方就落在香港 香港有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格局 就叫做有兩個寧龜的 你知道嗎 寧龜 是的 寧龜 不是龜寧高 我們會見到我們的中環 中環的地方它是凹了進來的 接著有個會議中心 由我們的新世界地產去做 我們鄭鄭先生去做 他們那裡有個會議中心 其實它剛好凹了進去 那裡是一個龜 是一個母龜來的 它母龜就剛好在對面那個地方 叫九龍 對吧 九龍對著尖沙咀 其實有一個建築物 好像一顆蛋一樣 是的 他們叫寧龜生蛋 其實九龍那邊是一個公 公的 然後在中環那邊 港島區那邊叫做那 寧龜其實是非常聚財的一個格局 我們見到東方之珠 還有見到我們香港的幾十年的發展 都靠這個寧龜的 所以我們見到整個中環 哇 匯豐中心 中銀 花旗 還有長江 都世界金融中心 世界級的一個存在的 但是呢 某一年 它發現了 有一個很大的變化 嗯 在什麼年份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一個叫做 2018年 2018年的變化 是 2018年呢 其實就 發生了一些動蕩 在香港 對不對 1819 大家都知道這個動蕩 對這個社會的傷害性 是非常之強的 但是是不是無緣無辜 就是會在這個時候出來的 是不會無緣無故的事情 是因為有一樣東西引發了它 嗯 那麼呢 整個 呃 香港的格局的一個改變 和風水地運的一個改變呢 是由一座橋去影響的 這座橋呢 是當時我們 呃 香港首富叫做李超仁啊 李超仁是非常之反對這座橋的建設的 這座橋就叫做 港珠澳大橋 哎 那他為什麼會反對這個橋件事 不是說這樣子可以打通 澳門和香港 包括珠海的經濟嗎 是啊 那事實上你見到有沒有打通到 現在來看的話 是啊 感覺上是可以 但是實際上好像沒有那麼強的效果 是啊 因為 呃 一個大的佈局呢 其實一個幾千億的投資 嗯 你說它不參考到我們圓學風水呢 是沒有可能的 對 如果只是說為了經濟利益呢 這個幾千億它會有這麼強的利益在那裡 嗯 其實對於我們作為一個圓學來講的話呢 它其實有一個很強的風水意義來的 它叫做鎖水鎖龍谷 李超仁為什麼一直反對 因為你知道啦 你 香港是李家 嗯 城 所以它對於 這種橋的要求是很緊張的 所以你見到其實九龍過去我們的香港島 一條橋都沒有的 嗯 一條橋都沒有的 因為只要起橋就破了兩個龜的 只有隧道 是啊 沒錯了 三條隧道 那整個港珠澳大橋呢 從珠海到澳門 再連到香港呢 其實你見到它不是一條直橋 它是彎彎曲曲彎彎曲曲呢 它在中間呢還有一個島的 你知道嗎 好幾個島連接在一起 是啊 但是一個最大的平台的島呢 它好像一個頭的 一個蛇頭 嗯 是的 龜是很怕蛇的 嗯 我們說蛇龜是雙戰的 嗯 所以呢 整個港珠澳大橋的落地之後 其實就是一條蛇 轉過去 將這個龜來 達到一個破壞的景點 嗯 所以我想這樣講 整個香港的這個 經濟 即是風水局 因為這條靈蛇出來之後呢 就導致了 不斷地走 從2018年之後 你可想而知 其實這樣講 是不是一件不好的事呢 其實在大環境上面 其實是好的 因為呢 我們學風水有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其實就 有來自於一本書的叫做 陷龍經 陷龍經裡面呢 就曾經說了一句 叫做 尋龍昏金看前山 一重前事一重關 是不是 關門若有千重鎖 定有皇后居此間 其實意思就是什麼呢 即是 我們現在知道 我們狗子尼火運 就是我們南邊這條龍蜜 要出海的時候 這個出海的話 沒有東西攔住它 我們說要藏風聚氣嘛 那麼 他就沒有辦法 反饋這個氣回來 給我們國內去使用 整個大中華地區 不是說是某個城市而存在 那麼 一個龍 我們 建了一個鎖龍蜜 非常之要求的 就是 這條港珠澳大橋 他剛好在 珠江的 珠三角的出海口 然後呢 這條龍蜜出去的時候 我們建了一條很強的 鎖鏈 沒錯 將這條龍蜜鎖了在這裡 這個是為了整個 中國的南部的發展 大灣區和南部 是的 他的一個鎖鏈的 一個核心的一個佈局 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還見到 深中通道 深珠通道 所以就是 十爛十鎖八千里 全部在鎖著的氣 令到我們整個大灣區的氣 墜了在這裡 那麼在這裡相聚的時候 那麼香港的氣其實就慢慢 開始分散了出去 噢 它又沒有了這麼強 那個鎖龜就被破了 所以呢 就從風水的格局來講呢 你說 香港的這個氣 是不是還好像以前那樣 東方蜘蛛那樣 不會發展呢 弱了 不是說不行 它是弱了 而是這個氣呢 我們將它 彈外一點 嗯 在整個大灣區裡 我們不要 不要只是放在這裡 所以 從師兄剛才的這樣的一個 分析來看 我們會覺得 哎 這個是從香港的意志獨秀 變成了我們大灣區的整體的蓬勃發展 沒錯 就是說 就說相當於咱們不要僅僅是盯著香港的這樣的一個局部地區了 我們可能要看整個南中國啊 包括未來的南龍啊 這個南的這個九子李火韻去看待這個事情 因為你現在看到的其實就算是中國也好 它其實不是一個獨自發展的國家 它都是融入了全球化 全球化整體性 沒錯 這個香港 你究竟是自己一個的獨立的發展 還是融入了整個大的區域的發展呢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 如果我們現在單單只是說香港呢 我覺得是局限性了 這條鎖龍局是鎖了給整個南部和大灣區的 如果能夠用香港的這個點去複射過去整個內陸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之好的 大家都會好起來 沒錯 好 那師兄啊 如果說我們這個大灣區的整體的布局和風水 這麼厲害 那麼在我們本地人或者說香港人呢 我們怎麼樣去置業有些建議給到我們 那我肯定有很多的建議給大家 當然你在香港來講的話呢 我剛才這樣分析大家知道這個大浪屠沙 是啊 雲世東去 如果你說它還要好像以前那樣翻天覆地去升的話 沒有可能了 可能現在我們看到是一種政策給到的短暫的反應 因為它已經破了一個局嘛 那它肯定需要一些手段 還有一些方法去令到它刺激回來的 但是這個是不是一個長遠呢 其實我回答了大家的問題 其實這個其實是不長遠的 大癡 是的 很多人問我是否要繼續去炒賣 這個短期的行為可以在這三年裡面可以實現 但是長期的話它應該就沒有那麼強了 那麼慢慢的氣 我剛才說到它會往南面去推 往南面去推的話 首先第一個你剛才問到的城市 我相信整個大灣區它鎖到龍的局 氣的停留的點 就是我們最發達的地方 那個聚氣的月位在哪裡呢 深圳 嗯 是的 一何之隔的深圳和我們的香港 是不是呢 說真說到尾的話 你走過去都是十幾分鐘而已 是的 沒有多遠的 但是它的樓價一個現在在這裏 一個現在樓價在這裏 你覺得深圳有個龍氣的幫助 再加上它現在的產業 這麼多萬億的企業在這裡 還有這麼多的政策在這裡 這麼多的能量對它的加持在這裡 難道它不會跟香港的樓價 吃品 是的 難道它們會撐很遠 不會的嘛 對 就好像我們非常之 你了解到就是說 以前我們見到一線城市的上海在這裡升的時候 其他一線城市不會升 北京不會升 很快它就會升 但是師兄說 深圳是一個未來的一個發展的一個大的方向 但是對於很多可能是百令階層啊 或者說一些中產階層 買不起那怎麼辦 當然啦 被選 我們將這個大灣區的鎖龍局來說 它肯定有第一梯隊和第二梯隊 三梯隊的 我們第一梯隊無用置疑 一定是深圳 因為它潛力如果投資的話 它一定是最大的 當然啦 這個戲的停留 它都漂亮的 它會輻射到我們整個豬三角 你會問我一下 廣州行不行 廣州它會落到第二梯隊 廣州的投資實力 我個人認為 澳門香港廣州其實落到第二梯隊 它的潛力不會再爆 因為大家都知道 深圳是從1979年 有一位老人在那裡畫了一個圈 然後所有的政策就去了那裡 然後羅湖的格局是很漂亮的 因為所有的 你現在看回深圳 其實羅湖是一個舊區 但是沒有任何一個火車站 是會建在剛剛好一個城的中心 它是將所有的氣 運到它的中心 所以它有意而為之 沒錯 顧一顧著 再來一個這麼漂亮的福田 福田是靠著香港 拿香港的濕地作為它的名堂 非常漂亮 然後在蓮花山的山頂 有一個老人家 對 就看著那邊 這個是一個很漂亮的報告 所以它一定是第一梯隊 第二的梯隊其實就是 廣州 因為澳門和香港 廣州和香港 廣州和大橋 對它們有傷害 所以其他房間已經很夠 是的 它們不會再有這麼強的潛力 廣州作為一個千年的古都 它都是一個比較穩的 我們這個世界上只有兩個城市 是由一條種族線 向兩邊去延伸去發展 一個是阿歷山大 一個是廣州城 所以一千年它都是成為一個貿易港口 它其實就算這個國家 怎樣翻天北地去變化 其實你發現廣州它其實都是走得比較穩 很穩 沒錯 它也不會跌得太多 但是你肯定會問 深圳廣州都貴 對呀 還有什麼第三梯隊的備選 對呀 接著我就去到第三梯隊 第三梯隊我個人認為是有意而為之的 要看回我們有兩條很漂亮的橋 在這裏做的 第一個叫做深中通道 第二個叫做深珠通道 我剛才也說了龍汽到達的地方 其實它能夠輸送過去是要通過橋樑的 那麼我們這條深中通道 深圳從它的前海去到中山 掛的是十幾二十分鐘 這條汽混過去是很漂亮的 但是現在中山的樓價 你知道的很低 事實上是很低 目前還是窪低 其實很多我們看到香港的一些明星 其實都去到那裡會知道 對 港珠是幾千元一個平方 就是在香港說十呎是幾千元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是很有潛力的 中山 是的 它是去任何地方都很方便 去廣州一個多小時 去珠海一個多小時 去香港其實都說去兩個小時 深中通道一戰起之後就很強 然後這條鎖鏈又鎖著小路 是的 跟中山一樣比它稍微高一點 我們不要說第三梯隊 2.5梯隊 珠海 珠海 珠海即將要見的這條 唐家灣的深珠空道很漂亮的 因為它這條就是第二條的鎖龍局 第一條鎖龍局在中山 第二條鎖龍局在珠海 第三條是港珠屋 在天地人中間是否變得很好 所以我們看到現在 唐家灣的樓價也好 珠海的樓價也好 對比它旁邊的澳門 其實相對深圳和香港的距離 珠海和澳門的距離更加近 珠海和澳門之間還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叫做橫琴 這個橫琴其實事實上可以賣給澳門的 但是沒有 留下了在這裏 這個地方 以後有機會我們再展開來說 它的地價其實是不高的 在橫琴去到澳門 你游泳過來都十分鐘而已 對呀 我會覺得珠海其實有點特別的 因為它也離澳門很近嘛 它是一水之隔 沒錯 然後它又有這個 港珠澳 也要有這個深珠通道的一個打通 其實有點這種值得期待 那麼其實我剛才聽師兄講了 這麼多的一些案例 有房產的這個公司可以考慮找 師兄去做一下代言 因為你都分析這個房地產很專業的 而且是通過政策 玄學 包括一些你對市場的判斷 對吧 好 今天感謝師兄為我們這個策納的政策 分享了很多玄學 包括這個樓市走勢的一些觀點和洞察 那麼接下來你能不能夠通過對未來市場的一些變動 分享一些到家的智慧 在觀眾面對這些未來的不確定性 或者說這個猶豫 包括判斷等等之下的這種環境 我們如何去保持穩中求盡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做出明智的一個選擇的投資呢 呃 那 是的 你就算看到紐約也好 日本也好 它最強的時候 它發現了有個爆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叫做爆的時候 所以呢 度假的思想裏邊 都是我經常說的兩句 叫做反者道之動 弱者道之用 就是每一個東西去到最高點的時候 就會向它最差的方面去走 弱者道之用就是任何東西在它最低點的時候 我們回到一個人要成功 一件事要成功的話 它應該向著它剛剛開始的狀態去走才是對的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 譬如說高位的香港 高位的澳門 這個其實已經去了反者了 那什麼叫做弱呢 我們現在看到深圳 你以為它的強 但是它對比香港 它是弱的 那它難道它不會 望著這個香港的方向發展呢 所以 所以它現在已經是說是10萬元一個方的 但是我覺得它的潛力還是很大的 那當然了 那我們如果 再去看回整個珠三角 或者我們說大灣區 還有兩個很弱的人在這裡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中山 我們的珠海 它的成功 我們能夠看得到的 我們是能夠看到未來的一個政策 我們能不能夠在它足夠弱的時候 我們去進入這個市場呢 而不是到它成為了強者 我們所有人就要看回這個規律 春夏秋冬 是的 當你冬天再去入場的時候 好了 春天就會來 當你秋天的時候去入場的時候 不好意思 接下來等著你的寒冬 所以對於我來看的話 無論是中山珠海還是深圳 現在來說它即將面臨的就是一個非常之美的一個春天 如果我們能夠有這個勇氣和膽量 因為道家的思想除了說我們要體用這個規律之外呢 其實就是要用我們自己的勇氣 因為道家是決勝的 我能夠對我自己的決定去自我承擔的 如果這個時候你能夠自我承擔 因為所謂的自我承擔 就算是輸 都沒有所謂 這個是我自己的事 這件事呢 我建議大家可以去做 那師兄在這裡我覺得我想從個人的角度來去補充一個問題 就是那從政策上面我們知道像珠海啊 包括像中山啊 這些是未來可能會利好的地方 那是否也需要結合一下自己的八字或者命盤來講 或者不行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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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非常之好的 因為我簡單跟你說 例如說身至冬天的人 你就知道他很寒 那他要的就是火了 那火代表什麼呢 火代表了藍方 代表了紅色 代表了和學校有關的東西 那如果你是一個要火的人 你搬了在北面去住的話 其實就相對來說水太強了 對於你 因為我們有些客戶都是這樣的 他做投資 在這個城市裡邊 他是要火的 他在南邊買一套房子 賺一套房子 他在北邊同樣的投資 一樣的房產 他去投資一個 買一套規一套 是的 沒錯 那不是說這個房產不行 而是你的命 因為有人買這個房子 有人賺錢 你可能買了這個宅 可能就買了一個空宅 可能買了一個朝向不好的 因為一個朝向好的樓盤 是很容易賣的 一個朝向差的 你是擺在這裡 兩年都賣不到的 所以如果按照最簡單的理解 我們應該按照四個方位去行 就是說 一個就是春天出生的人 春天就是目標旺 我們應該要這樣 春天出生的人 要往西方去置業 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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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置業 看有沒有好的樓盤 到夏天出生的人 他會有火候旺 他要水 水就要去北方 在這個城市的北面去置業 或者看到水的地方去置業 會對你有利 秋天出生金旺就要木了 在这个城市的东方去置业 刚才说到冬天 冬天出生在南边 按照你的命格去行是非常之有道理的 这个基本上就是跟我们中医去医病 五行 这些五行的双生双向 我觉得是所有中国人都应该懂的一个道理 好 感谢师兄给我们今天的精彩的分享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就是个人与投资的选择 其实还可以再延展的 那如果说有想继续了解去想听的我们的这个粉丝 可以在后台留言 我们可能会在后期去为大家解答 那么我们也是要中心的祝福一下大家 因为市场有风险嘛 投资需谨慎嘛 所以的话我们要理性分析 我们的节目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而已 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期的节目 大家下期节目再见 风声某人天心 风声某人天心